28日晚,根据独家报道,在Big Bang成员江大生所有的建筑物内的娱乐营业场所中涉嫌有毒品流通 据悉,记者洋装成顾客表示要买大麻时,对方并没有拒绝 该娱乐场所,职员表示会帮你找一下,卖的地方我都知道,你短信留个电话给我 以职员在通过毒品流通商为顾客购买毒品的形式,紧密密地向VIP顾客提供 另外据悉,韩警方于3月份得到了该建筑物内有进行毒品交易的举报 因此对建筑物的管理人进行了调查,但并没有发现什么疑点 非凡娱乐时事报道